好 現在2024的美國大選 現在關注點搞不好 就會在德州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看到德州的副州長 派崔克 他們講說最高法院裁決後 德州並不會停止在邊境 設置刀片刺網 因為主要就是因為 他們現在德州有非常多 來自墨西哥的一些移民 這樣不斷的進入 所以他們現在說 要盡可能的佈設電線不會停止 如果拜登政府派遣 邊境巡邏隊消除這些障礙的話 將會與州當局產生對抗 共和黨員甚至還警告拜登說 不要控制德州的軍方 所以有26名的 共和黨州的總檢察長 他們現在組團警告拜登政府 如果不想要德州的官員 跟該州的軍方合作的話 就在南部的邊境的 爭端當中讓開來 所以現在變成共和黨跟民主黨 為了德州這件事情 已經鬧得不可開交 讓大家看起來 好像美國產生了內戰一般 就連自走炮 坦克 統統都來了 這美國自己本身要出現 這種內戰的狀況嗎 美國的德州移民的問題 現在已經造成衝突日益升級 所以德州州長 他現在無視最高法院的判決 加固在美墨邊境的鐵絲網的 一些圍欄 然後展開一個孤星計畫 一系列的軍事行動 甚至有25個共和黨州 表態會支持德州 有10個州還派兵南下支援 現在至少有4000輛的漢馬軍車 還有72輛的M2戰車 48門的M109自行榴彈炮 都被送往了德州的邊境 這個衝突升級 人家開始覺得說 美國是不是自己要產生內戰了 內戰一詞 更是被送上了 像是Google的熱搜榜 大家很擔憂 這事情會不會持續的擴大 有分析認為 德州對於聯邦權力的干涉 已經達到自上個世紀 50年代廢除 種族隔離案以來 前所未有的程度 這也反映出來 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 凸顯說 現在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們在移民的問題上面 其實是分歧的 但是沒有想到那麼的嚴重 就等於藉由德州這件事情 給爆開來 美墨邊境 現在變成兩黨 在大選年的角力舞台 我們緊接著來看看 拜登感覺好像搞不定德州 但是川普還趁機火上加油 有很多共和黨人現在高呼 要國家離婚 由共和黨控制的紅州 將會與民主黨控制的藍州 進行國家的離婚 這是共和黨的眾議員 喊出來這樣子的口號 一個國家要拆分成兩邊 國家離婚真的可行嗎 我們看看 這個德州的副州長 現在怒嗆說 你不要來惹我們德州 德州有權保衛自己的公民 有權保衛國家 我們可以做好我們的工作 別來惹我們德州 我們對於邊界的 保衛邊境是認真的 是不是真的要開始內戰 我們看有60億的公眾 是支持德州跟墨西哥的邊境 建造一些隔離牆 認為說如果拜登阻止 建造這個隔離牆的話 那就是邁向內戰 就是一種宣戰的動作 白宮雖然贏得了最高法院 阻止德州的支持 但是選民並沒有站在 白宮跟最高法院這一邊 川普就馬上就出來喊話了 他說他當上總統 一定會有所動作 我們來聽聽 好所以現在俄羅斯也在看好戲了 他就說 美國可能要爆發內戰 現在俄羅斯還去嘲笑了美國 另外我們看看 現在美國人 搞不好只在意的是經濟 因為你看 美國的經濟靠赤字跟債務堆砌 雖然美國公布了 去年第四季GDP 暗季增長3.3% 但是赤字同樣也在增長 增加了將近50% 到了5100億美元 公眾債務甚至增加到 8340億美元 也就是說這個強勁增長的背後 都是靠赤字跟債務堆積而來的 光是去年已經發行了 22.7兆美元國債 已經超過了2020年的債務狂潮 我們看光是1月份 也激增了980億美元 所以現在看起來 他們的經濟狀況 真的是十分的堪憂 選民最大的期待是什麼 有18%就是說如果只能選川敗 這兩位雙老對決的話 他們寧願不投票 這二則一恐怕是 美國現在最不願意面對到的 甚至還有這個德州的內亂 也是感覺爭鋒相對 我們先來問一下 建老師怎麼看這個德州的問題 美國的50州 只有德州原來是一個獨立國家 然後加入美國的 他是先獨立 然後才加入美國 所以他加入美國 是有一個條件你知道 就是所有美國50州裡面 只有德州有這個憲法的安排 他脫離美國聯邦 他不需要得到華盛頓的 聯邦政府的同意 他自己可以決定 所以德州在美國一直就讀數一個 而且德州人他有很濃的德州口音 德州口音事實上 很多美國人也聽不懂 他們深深以自己的口音為好 所以他有很強的地域觀念 地域觀念 所以他的獨立意識也很強 你說美國會不會打內戰 沒有一個國家不會打內戰 我跟你講 只要內部有矛盾 政治人物沒有處理好 就會造成內部的紛爭 我們中國歷史上 內戰也沒打完 也沒停過 誰說美國就不會打內戰 民主制度不打內戰 這個不可能的 打內戰的國家 不會因為你什麼制度 而是問題你內部的 分歧擺得平 擺不平 有人認為美國的這種制度 是所謂的 以前有些政治學者 我以前做學生 他叫這種 超級長久穩定政治結構 意思就是說他這個民主制度 可以解決所有的內部分爭 所以內部不會爭論 現在不就是 你看美國現在這個超級穩定 政治結構穩不穩定 不穩定 而且美國歷史上也打過內戰 我跟你講那次的內戰 跟目前美國的狀況是很接近 內部情勢很接近 19世紀美國打內戰是什麼 北方的州跟南方的州 對於美國是不是繼續續奴這件事 以這個怎麼講 觀念怎麼樣 衝突 然後北方因為他是靠工業的 南方靠農業的 南方需要大量的 不是廉價 而是根本免費的這種奴工 他的經濟靠免費奴工 北方他們已經搞工業化 他不需要這種奴工 所以他就說你們搞這個 北方人就對南方人說 叫說你們搞這個畜奴 這個是不人道的 講起人權來了 南方就說你們不需要奴隸 所以你才告訴我不能用奴隸 你們這些人講話都是怎麼講 自己不了解別人的問題 就用自己的標準來橫斷我 站著說話不要 結果南部各州就結合起來了 就跟北部對抗 就打起來了 南方也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在李將軍的這個麾下 就跟北方打了好幾年仗 死傷極為慘重 這一次美國又是差不多因素 因為很多富有的州 還有自認為思想開明的州 他認為我們為什麼不能讓 這些非法移民到我們美國來 到美國來的話 是我們表示我們講人權的 不能在那邊搞一個 刀片的那種鐵網 這讓我們美國沒面子 南方這些州的話就講說 這些移民都從我們家過來 都到我家來這邊 把我的秩序搞亂 你在那邊講人權 你在那邊講形象 結果所有負面我來搞 不是跟當年的 有關畜奴的問題 現在的主題不是畜奴 不是黑奴 現在主題是移民 所以美國事實上的話 這次是挺危險的 好 來老師 美國跟有鄰居 跟拉丁美洲界的這些州 他們確實是被這些非法移民 搞得頭昏腦脹的 他們痛苦不堪 當他們面對這些民主黨的 態度的時候 他們曾經也把他們的非法移民 送到紐約 然後送到民主黨的州 說你們那麼喜歡移民 我就給你們 那也引起那些州的抗議 所以這些 共和黨為主的這些州 他們就覺得說 你們這個民主黨的 這些州的州長 都是偽君子 就是一方面說 應該讓他們移民 那我就把移民都送給你們 你們又不收 那因此對他們來說 我的高牆已經不夠了 所以他們在這個高牆上面 就加了這個蛇心網 這個蛇心網是刀片網 那是很利的 很危險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非法移民者還是想辦法 要越過去 那有些人就受傷等等 聯邦政府就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 後來聯邦法院判決的結果是 聯邦政府勝訴 要求這些像德州 這些州要把這個蛇心網拆掉 德州的州長就拒絕 拒絕那聯邦政府要執法 所以派了聯邦政府的警察 就是FBI 或者是這個邊界的巡視員 要去執法 那德州的州長就 依據憲法付給他的 因為每一個州 他們都有國民警衛隊 而他是雙重領導 也就是說他一方面 要接受州長的領導 二方面他也要接受 五角大廈的領導 但是在平常時期的時候 州長的領導是比較重要的 暫時的時候都是歸五角大廈 可以直接領導跟指揮 所以他們是雙頭馬車 五角大廈跟州長 都可以指揮這個民兵組織 那現在是平時沒有宣布暫時 所以這個國民警衛隊 是歸州長指揮 因此州長就下令繼續看 那就跟聯邦的警察 聯邦的政府軍就對峙起來了 確實這個會面臨憲政的危機 因為美國的憲法 沒有寫得很明白 他的職權也沒有寫得很明白 而州長確實是有指揮 調動國民警衛隊的權力 現在對峙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該怎麼處理 我們看到目前來講 25個州就是共和黨的州 都支持德州 然後就跟民主黨的州就對抗了 那就是分裂了 第二個 總統候選人也分裂 而且川普是更加的激進 川普是除了剛剛 我們在電視上所說的以外 他還說要對於境內的 所有的非法的移民 全部都要驅逐出去 已經進來了 也要趕出去 那當然就引起 他們的支持者的喝采 那川普當然就更加的強悍了 我覺得這個內部的移民 非法移民的問題 確實會給拜登在選舉上 產生很不利的影響 好 將軍 美國憲法是所以寫不清楚 是因為當初是13個州拼起來的 並不是心甘情願通通一 一個一個併進來 併進來 他賦予州很大的權力 所以你看 你到美國去看 每個州的警察制服都不一樣 追逃犯追到那裡停了 我不過去了 不是我的管轄權 所以這個民兵 本來是在國家來講是 他的國軍的預備隊 就是打起仗來 聯邦政府有權徵召 但是平時我們看到只用來救災 維護次序這些東西 但這是很嚴重 這是能夠把大炮坦克車開來 這個陣仗就不是一般的了 德州我去過 德州老不信很自大 什麼東西認為自大 因為他地大 他連他的牛排都有40盎司 我看過在餐館那個40盎司 怎麼吃 我不知道他怎麼吃 我們吃個8盎司就飽了 16盎司吃撐了 有的牛排館號稱他有40盎司 就這個州很特殊 第二個 德州本來就是搶來的 德州民風比較強悍是 當初他的開脫的移民 那是要把墨西哥人趕出去 其實這塊地是墨西哥的地 不是美國的地 第二個墨西哥窮 當然希望他的移民 在美國也移民很多了 有親戚朋友拉 那川普為什麼能那麼囂張 因為他抓到美國人 American Great Again 這是第一個 白人至上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美國經濟現在衰敗了 人口看了西班牙漁的人多 我到加州去 到南邊去看 馬路都是什麼Santa Cruz 全部英文反而不普遍 你講西班牙文 更流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國家會不會發生內戰 大家認為不可能 剛剛街大使講過 當初為了一個黑影儀就幹起來了 現在在川普這種極端主義的煽動之下 美國的一般老百姓比較窮 有錢的是那些寡頭的公司老闆 所以這個貧富之間 我跟你講 美國人看病都看不起來 很多HOMELESS的 原來還是銀行的副理 我說你為什麼當HOMELESS 他說有的時候我離過兩次婚 所以我家務很長 有的時候我生過一場大病 所以我什麼錢都沒有 他的HOMELESS的數字不低 不是我們想像中間那種 那種乞丐一樣的 他很多 為什麼美國看病很貴 幾十萬美金一下就沒有了 現在你為美國老百姓家裡面 能夠存的有1000塊美金以上 去應急的都沒有 他們都是月光族 所以這個貧富之君加國債 加內部這個東西 他的分裂也不是不可能 當然他的知識分子 精英分子是不贊同的 但是在川普這個瘋子 這種騷 老百姓認同 移民奪取了他的社會福利 白人可能淪陷了二者國民 第三個 美國在國際上到處吃鱉 美國要去付全世界的保護費 川普開的條件 我要是美國人我也會認同 因為每個國家 他都是為自己打算的 所以在川普這種瘋狂騷動之下 不無可能 至少美國分成兩半 打不打是另外一回事 分裂得很厲害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